本周重点提要 二十一天进食祷告 进入最后阶段 各地回响热烈 佛国祷告巡回南台湾 青年兴起祷告大军 误者国事论坛 转化城市 连结教会 寒阳土地却苦无销售之处 基督徒小农如何图破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 古都亮望 我是陈凯丽 当全台教会都陆续回应 二十一天为国禁食祷告的同时 在南台湾有一群青年 从清晨到夜间 不间断地在南部与东部的城市 连结青年 共同发出祷告的声音 从在地的青年 再串联到不同的城市 丰火的祷告 影响力从点线面 正在不断地燃烧 特别在最后一天前进花莲 看见上帝有不同的心意 由台南活水教会和美国 Content Global祷告店 组成的青年团队 三月八号 前进花莲指标性 有复兴历史的据点 原住民信仰之母的 既往长老教会 宣告复兴的全员 要再次从花莲涌流 相当特别的是 最终站团队齐聚 慈祭大学的会堂 上百人同心祷告 敬拜的声响 从私立佛教 综合型大学发出 有上帝特别的心意 我们就是在那一天的月宝 在寄望教会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花莲 有一个花莲的中楼教会 祈祷 祈祷说 一百年后 可以再一次 点赌这个花莲的 我们住民的教会 的学生 的会 可以去团教台湾 每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一个画面 就是英文 还有观众民 还有汉林 说话语 当然包括我 说台语 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祝祖祖祖祈祷的合意 烽火祷告团队 从3月4日至8日 环绕南半岛 行进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东 与花莲 每天15小时 不间断祷告 意向是要 先请拿谢尔人的世代 连接台湾教会 唤醒属灵觉醒 唤醒原民 活出属灵长子的身份 祷告台湾 保持自由 团队更像神祈求 能从当地青年的点开始 串联城市 成为一条线 再带出教会青年 全面的祷告运动 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当中 特别在今年神 对台湾的复兴 有一个心意 就是一个身体 所以神就叫我加入 然后看见他们所做的 然后也看见我们所做的 虽然都不一定要的方法 但就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荣耀术 然后预备复兴 青年人他们的心是燃烧的 他们的心是 回应付上代价 投入在祷告的当中 所以祷告已经 不只是老人的事情 我们看到青年的世代 也在回应祷告 然后这不是任何人 能够做的事情 这是神现在在做的 一件新的事情 烽火祷告行动 每场晚会 都邀请愿意尾身的年轻人 在Santernide的布条上 签下自己的姓名 表示愿意为父亲献上生命 与上帝立约 签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会到场 只要跟父亲有关的事情 这一年我必须到场 我觉得就很像是 那一种把自己的生命 豁出去了 如果神要我 今年做什么样子 完全违背我人生计划的决定 我会全然投入 这是一个信心 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一块布还是一支笔 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就是在乎 我们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跟神好像签一个约一样 说神 我愿意付上代价 为了看见复兴在台湾发生 烽火行动是圣灵启动 青年祷告热忱的行动 这趟行程巡回北台湾之际 也同时加入21天 为国禁食祷告的行列 青年祷告的声音 持续激励众人的心智 也像是歌TV新闻中心 台南综合报道 青年人的祷告大有能力 在21天为国禁食祷告的 实体聚会当中 牧者们不约而同的领受 年轻世代要兴起 要先明白自己的身份和权柄 因此特别为着青年世代 和服侍年轻人的牧者来祷告 让上帝的盼望 成为生命的领航 各位青年牧者跟童工 我们要为你们做一个 很特别的祷告 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 你是神的家的屋顶 所以你为着你所照顾的孩子 先挡住了风跟雨 所以有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绝望 其实是这些孩子们 他在承受仇敌的攻击 今天我们拿起神给教会的权柄 我们在神所拣选的禁食里面 我们要一同松开凶恶的神 解下二上的锁 只被欺压的得到自由 因此我邀请你举起你的双手 你代表你的年轻 代表你所牧养的孩子们 你站在神的面前 你成为这个顶住风暴的屋顶 但是当我数到三十五名 同开口祷告 最后就是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这一夜 我们要离开埃及了 主要每一个青少年 每一个下一代的身份 都要被恢复 在教会耶稣就要得着他们 在耶稣就要新造的新造的 新的身份 新的尊贵 临到每一个下一代的青年人 谢谢为每一个教会 青年事工的领袖 主要让我们能在你面前 唯一所爱就是耶稣 唯一所爱就是耶稣 让我们再热爱耶稣的心 再次被点燃起来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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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 不会停留在这个时候 相信青年世代 要继续兴起来回应 而祷告的火 除了在台湾延烧 北美好消息 也将RPG复兴祷告运动的 这一场属灵盛宴 带到美国纽约 和美东华人牧者来分享 连续三场的特会 更得到当地教会热烈回响 接下来将加入 RPG复兴祷告小组的行列 RPG复兴祷告浪潮 推进到纽约华人教会 今年三月八到十号 北美好消息 首都和纽约丰收领良堂 宣祷会 基岛堂 以及美国华人宣祷会联会 共同举办 兴起纽约祷告大会 三天下来超过十间教会 一同聚集 将近一千人次参加 年轻世代也参与在其中 RPG带给纽约 最重要就是说 让我们重新 恢复和天赋的关系 重新让我们来知道 主导本的原则和应用 另外呢 让我们重新能够建立起 一个群体的祷告 然后让祷告能够小组化 能够扁平化 这是我对当今教会的一个期待 最大的感动呢 就是能够和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 来自不同的教会 讲不同的语言 一起在这里敬拜神 在这里向我们的神欢呼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动 和最开心的地方 北美好消息 执行长由志伟牧师 组成跨教会的联合敬拜团 带领敬拜 接着由国际祷告学院 总监杨道诺牧师 分享大会信息 他用刀子的比喻 提醒圣灵是释放生命的关键 要在祷告中 继续和上帝保持亲密关系 祷告主ці 杨帝保持亲密关系 小生的守着 在这一刻 将吴允弃了个力量 用对象 希腾斩 把这放下来 发光 使能根捩 拉上然后让他走 序 我根捩自己的血 答上 充滞 不能还太痛苦 对象 可以借着这个祷告大会 我们可以学习 然后组成这个小的祷告小组 通过祷告小组变成祷告大军 然后可以去传福音 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教会里来 走进教会里来认识主 成为主的儿子和女儿 然后和主建立更亲密 更好的关系 北美好消息 一直希望能更多祝福服侍教会 接下来将在五月圣地雅各 11月温哥华举办跨教会的属灵宴席 兴起更多海外华人教会 成为RPG复兴祷告大军 以上是北美好消息采访报道 这次主办新旗纽约祷告大会的 北美好消息执行长尤志伟牧师 也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 不只是美国西岸和东岸 期许RPG复兴祷告 能够逐步地向美国中部来推进 眺望北美华人都能够用祷告 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看到在这几年在台湾的这些 因为也在做RPG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会友跟会友之间 牧者跟牧者之间反而走得更近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一点 分享给东岸的一些牧者 那他们听到的时候 他们很多也是觉得说 哇很认同 因为很多教会 他们的全教会的这种祷告会 每一周还是每一个月的 到时候其实来的人数不多 那其实牧者也知道说 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祷告开始 那我们其实这一次 我们就是到华人最多的地方 开始举办这些RPG 我们就是盼望那边的华人 可以聚集在一起 他们可以看到 他们也可以知道 祷告的重要性 可是我们也想要让他们可以尝到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在信仰上面是非常孤独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当我们在做RPG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说 他们的心就会打开 那彼此跟彼此之间就有这个信任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说看到 不同的地区 我们去了这几个城市都是华人非常多 新移民也非常多 不管是从中国大陆 从香港台湾东南亚过去的 其实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几个城市开始 然后慢慢地可以就是RPG可以慢慢地进 从海岸 双面的海岸慢慢进去到美国的中西部 那希望说明年我们可以在 其实美国的中部 其他的地方也举办RPG这样子的特会 不只祷告改变属灵的氛围 教会更要诉诸具体的行动 从2011年开始的牧者国事论坛会议 看重家庭婚姻 推动爱家一走 倡议家庭主流化 2013年成立台湾基督教联盟 连结22个县市教会牧者 与公部门对接 并且用行动来回应公共议题 十几年来 台积盟更扮演连结促进的角色 借着国事论坛的平台 分享国度资源和恩典 给各地跨中派的教会 也以全球福音化 台湾应有贡献为目标 让教会与宣教机构拆会同行 更多地来参与普世宣教祝福列国 但远跨中派教会连结平台的 牧者国事论坛 3月10号到12号 在台中举行第12届会议 由台湾基督教联盟邀请 16个城市教会网络 及机构150多位牧者同工 在敬拜赞美中 以21天为国进食祷告运动会流 更多寻求上帝对转化宣教工作的带领 我们今天聚集是一个神奇 但是我也相信 我们聚集之后 会带来上帝更大的工作 我相信这些带导者带来的祷告 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三天产生 因着他们所做的某一些的影响 连我们都需要医治 医治这地包含我们的教会得到医治 我们相信下一个阶段 整个台湾的属灵的氛围会是不一样的 教会参与公共事务 并带来职场七大领域的转化 拭目着国事论坛关注的焦点 会议第二天 教会 机构 职场代表同台分享三股合成的绳子 如何带出转化城市的影响力 例如圣诞节期全台教会吸手爱无线的行动 云林众教会连结县府做词会 首办祈祷早餐会 甚至合办城市大型庆典 但是感谢主因着爱无线 因着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结合 我们开始跟政府来连结的时候 政府看见教会的力量 也看见教会的爱的时候 就更多的愿意跟教会来合作 所以我想去年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期待能够把这个圣诞节的氛围 把这个福音的氛围带给云林 带给这些西海岸的这些象征 现在我们看到各城市都在利用圣诞节 来办圣诞爱无线的活动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各城市的 市政府的资源 那么跟教会一起合作 所以地上的权柄也需要教会来引导他们 怎么样把地上权柄地上的资源 真正投入在对城市好的这个方向 对于全球福音化的负担 会议上也传递2033年 抢救十亿灵魂宣教运动的意象 周牧者也共同研议这场普世宣教运动 台湾教会不能缺席 十亿灵魂收割运动 它是一个未来十年 全球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连结 合一的福音宣教运动 那么它就是在生活里面 一个去影响一个 一个基督徒一年带一个人信主 全球的基督徒就可以达成十亿的目标 台湾牧者国事论坛就很期待 成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成为这样的连结 能够看见台湾整体教会 不论是城市中派 我们都是合一的 不论是教会和机构 我们都走在一起 为着福音在台湾的影响力 为着福音不单进台湾 也更多能够出台湾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不只参与普世宣教 台积盟还邀请福音机构开办工作坊 包括宣教工人的预备 社区宣教士的培育 教会数位转型 采用爱家所提供的儿童教育 及家庭资源 大马的危害 以及回应家庭主流化的 QTV好家庭施工等资源 帮助宗教会在国度侍奉同行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台中采访报导 今年的牧者国事论坛 好家庭侍奉中心 也在当中分享事工计划 期望能和各个城市的教会 联导会以及策略联盟合作 无论是大小型的教会 都能够用最便利 也最接地气的方式 来建造关怀家庭的团队 由QTV推出协助宗教会 建立家庭关怀建造团队的 特会列车 2024年正式启动 3月12日在牧者国事论坛分享中 特别就台湾婚姻家庭 现况面向切入 从近10年结婚对数少了四分之一 出生人口更少了三分之一的数据 证实当前台湾社会问题 出在婚姻家庭 唯有教会能成为 所有婚姻家庭的帮助 为什么我们要做家庭时空 就是人们恐慌幸福 但世界上找不到答案 如果认识神的教会不做 请能够期待不认识的世界会做 QTV好家庭 推出多项便利的资源 帮助教会建造家庭事工团队 让牧者不用再单打独斗 常年耕耘家庭教育界的 知名教授黄乃玉 也受邀在家庭工作坊分享 如何善用好家庭网站 提供的小组教材 以及五资争老师的 线上家庭关怀同工培训课程 来打好全教会的家庭基础观念 怎么样是一个常态的学习 这个是我们后来一直在想 其实学习应该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 有些教会我觉得 他们用着用着也觉得说 这个跟我们教会情况 我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或是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用它 那就更得心应手 同时家庭关怀建造团队分享会 也分别在高雄旌旗教会 台南林良堂举办 透过讨论分享激发出共识 同心为家庭施工努力 教会不去正视家庭的功能 不去正视家庭的关系 谁能正视呢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教会 在向世人呈现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模范就是家庭的恢复 家庭的氛围非常的美好 除了定期与伙伴教会召开线上会议 建造家庭关怀团队列车 期盼巡回各地 与各城市区域教会合作 以基督为核心的价值 建造基督化家庭 各TV新闻中心综合报导 关于宣教 高雄市职场合议侍奉团队 也分享了营商宣教 以及双职侍奉的福音工作 另外秉持培训华人宣教士 建立教会的耶和华万军宣教队伍 23年来已经在4个地区 20个国家建立了30个宣教工厂 还成立了中华宣教联盟 与众教会同行来做跨文化的宣教 万军是华人的宣教队伍 就是建立宣教学校训练 这些年轻人成为宣教师 20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登陆到了20个左右的国家 我们期盼在南苏丹 还有乌干达边界的这个区域当中 能够种100万棵的桑树 种伤养残是神从小就赏赐给我们台湾的 一种技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技术转移到那边 大量的养残所吐的丝是一个经济作物 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支帐篷的教会 感谢神在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我们已经在难民区里面 建立了250到300件的固定的定点定时 定人定教材的教会 神更进一步的在最近 让我们有机会在难民营的核心的地方 训练他们这些当地的黑人 原本是难民 但是神爱着他们 神借着我们华人宣教士的付出 在这里建立宣教的学校 把基要的真理传给他们 把生活上的技术教导他们 将来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城市 我们在后面继续支持他们 二十多年这一条义文化宣教的道路 我们走向义文化坚硬的土地当中 不必每个教会都从零开始 从头来走 那是一条坚信的道路 他很容易地愿意地跨一步 上了这个平台 就可以进入这个宣教的列车 向着不要赶直跑 一年一度的牧者国事论坛会议 聚焦在宣教和城市的转化 以上是这一次为您的综合整理报道 接下来节目中要带您一起来看 台湾也是有一群默默 用农产品宣教的农夫 他们的故事很令人感动 最近一波波的食安事件 让台湾社会笼罩在食安风暴的遗孕中 2018年全台农业药物用量 每公顷17公斤名列前茅 除了政府下本把关 台湾民众也自发性地种植 有机无毒的商品在市面上贩售 当常常碍于价格跟通路 无疾而肿 接触台湾的农业的第一线 你就发现我们现在在问 关于农药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问说什么东西有用农药 应该反过来问是什么东西没有用农药 罗伟翰一位从事广告业20年 在一次公司要研发滴滴滴的产品上 投入后了解到农业用药的问题 逃了几百间畜牧场的他 田野调查后发现水很深 一般职业的农户 他自己家要吃的比如说鸡 他自己家要吃的鸡 跟他要卖出去的鸡 是不会放在一起养的 从此开始对保护土壤产生负担的他 辞去了工作 把行销专业不负成本的 投身在一群愿意守护土地的小农身上 像这个草啊 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种 有这个大花咸蜂草 还有这个纸花或香剂 一般人都叫它杂草 但是我们觉得它有它的功用 它的功用就是 它其实这个开花的这种植物 它会把林从土里拉出来 变可以移动的 一般他们以前化肥下太多 那林会固定在土里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现象都已经发现了 比如说南投新印象那边 葡萄的产销斑 他们其实都反映就是说 现在连用药剂都不见得种得出来 就是土地已经开始反扑了 以甘蔗小农为例 土法炼钢的方式是除草 坎蔗削皮 再把成堆的甘蔗皮 再回来堆肥等到腐化 成本可能就是惯性作物的两倍以上 但可能面临的还有比释放农药 还要少个三到四成以上的收成 甘蔗小农虫 把甘蔗心咬烂之后 甘蔗就会停止生长 坦白讲 2019年我整地完成 2020年种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很大的虫害 整个收成非常非常差 就这样过了一年 那我们不用农药就是时间的成本 你只能靠时间跟生物的这个 互相的这个相生相克去解决 台湾每公顷农地的农药使用量 在全球是名列前茅 2017年农委会推行了 十年减农药计划 时间过去了一半 摊开农药的减量成果 仍需要努力 但专家也有话要说 过去的农药 你不能光从这个量上面来看 十年前和现在十年 甚至未来十年 里面农药的种类都差很多 像过去的那种化学性的 毒性比较高的 残留性比较高的 慢慢走向所谓的环境保护型的 那增加了有机的资产 政府持续在农药控制上把关 只不过对于农民所要 赌上的成本拉扯之间的距离 还是回归人的良心 那我们利用这个菌它的优势 把这些除到土壤里面 普质值越多 这个菌越多 有害菌就受医治就减少了 许多人依旧不遗余力地 在恢复土壤生态的事上努力 或许人为结果 但持续土地发生的责任 还是有人愿意担起 圣经有一句话说 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 肉体的情欲并进生的骄傲 我们都要这个东西看起来 又大又美又漂亮 但其实我们吃东西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维生 农药奔扫对于身体健康 或许短期看不出来 但是对于土壤直接性的危害 最终承担的还是你我的下一代 自然农法有机的种植 对于民众并不陌生 但是随着物价起飞通膨的压力 对于小农来说资本的增加 更加深了他们生存的困境 理想跟现实之间的矛盾 即便挖掘到了新兴的种植法 但在商业市场里 要怎么活下去 又是另一道客题 当有一群人他那么努力在为这个土地在用一个自然的原始的方式来做耕作 但他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那么贵了 自己炸的柠檬汁 我们也是器座收的 冬天销售不好 对 我们拿其他的宗教团体的产销系统来看 他有有机认证的单位 他有他已经成熟的通路 以至于这个通路他可以弃作很多的农场 他有自己的车队 所以基本上如果比如说有良荒的状况产生的时候 他那个产销关系是很紧密 而且很稳定的 而且是现在一直在维持一直在滚动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需要一些资本的力量 或是需要一些人的支持 从2019年开始成立第三方平台 连接各大有机农场来协助销售 但在小农技法层次不齐 取得标章经费不足等等的困境下 即便有想象的愿景 但坚持还是好难 因为东西卖出去他才有钱嘛 他的理念才得以坚持 所以你没有办法帮助他 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销售的滚动 他大概两年三年是撑不下去的 这个艺人是很久都没有中 那我们就寻找 还好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延伸种 鸡的习性他就是会 在这样一面的空间去下单 这是他们的天性 所以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天性 去设计每个蛋箱 所以我知道我这么累 是因为上帝就是要我 预备一个很好的故事 上帝给予机会让人挖掘出 回归自然的种植方式 但在商业的模式上 没有强大的资本以及通路 怎么坚持 在没事的时候需求量也没那么大 那农民就会越重越少 那你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的种植量就会提出 所以我们其实是盼望 能够打通这个销售管道或者是说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作用的价值 它会动起来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平台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团队 能够一起去做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降低的 我觉得甚至包括神的心意也是一样 就是祂要我们合一 祂要我们合作 祂要我们一起参与 七七七的想法就是从这边开始 皇后的最后用一切静在不言中作为收尾 可以更加看出在农业与永续的循环力 或许能解开拉扯与矛盾的 还是上帝所盼望合一良善的心 每个人在各自的角色里 为生态永续尽一份心 盼望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的供需平衡 不再是牺牲土地来还取 欢迎大使命是你我的责任 不做宣教事也要做宣教的事 除了锁定Good 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 关注FacebookGood TV App Instagram以及订阅Good 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果度瞭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